寿丰乡丰山村中心街品质提升以及周边环境改善计划案工程完工之后 近日县议员张怀文服务处在接获当地居民的澄清后 也呼吁施工单位寿丰乡公所能够了解民众的需求给予改善 寿丰乡丰山村中心街排水沟改善工程完成之后 由于地形问题长期以来在食雨量超过5毫米时 雨水就会从柴九县旁排水沟倒灌形成路面积水 但是近日连日高温下家户废水无法引入中心街排水沟进行冲刷 造成了淤积的废水凑起冲天 两旁的水沟后因为老住必须要思作 可是我想设计一定要了解到这个地方上的需求 那我想我们接受程庆又来看 那不该封的部分他把它封掉 当然水就不能够畅通 那堵住了势必会恶臭的情况 呈现在整个这个商店这个住户 我想这个需要改善的要请乡工作赶快改善 也请要了解地方上的地形地貌 以后再执行工程 而且也要双向的沟通 有些工程也不给我们参与 当然也不给老百姓参与 就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实在太不应该了 建议员张怀文服务处也指出 改善排水沟的功能使民众期盼能够达到有效的排水功能 而地形的问题所造成淤积家庭废水并且发臭 权责单位礼当要积极地协助居民进行改善 才能够为乡亲打造舒适的生活环境与空间 记者林杰说风香采访报道 这种感觉都没有人家废通 这种感觉都没有人家废通